大家好 养这个多肉的话有的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有的话有要看到别人家的这个多肉呢 长得啊 肥肥胖胖的 长得非常的快 而且长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侧牙 但是为什么自己养的多肉啊 长得越来越瘦 长得非常的慢 而且一直都长不大的感觉 而且呢 它下面的老叶片呢 耗损的非常的快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根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你这个多肉啊 盆太小了 如果你的多肉呢 本身长的是比较大个 但是呢 这个盆太小 那么就会导致它的这个根系啊 已经占满了整个花盆 那么根系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生长 就会导致呢 这个多肉啊 长势长得非常的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一定要给它更换盆土 给它换一个跟它大小相匹配的一个盆来栽种 这样呢 多肉根系就会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长势才会更好 那么第二个就是 可能很多话也在给多肉啊 控水的时候啊 控水控的太狠了 导致它的根系啊 枯萎了 那么根系枯萎受损了 那么就水分啊 营养就供给不上 也会导致多肉啊 生长 特别的慢会是不生长 平时啊 养护多肉的时候 最好就是平土干豆了 就即使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不要控水时间太长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有可能你的多肉啊 呃 长了非常多的老根 但是一直呢 不见长新根 那么老根呢 它吸收营养的速度啊 是比较慢的 吸收的营养比较少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更换盆土 给它修根 这样一些老根呢 全部给它修剪掉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上盆之后呢 给它浇一点这个生根水 这样可以触发它长出更多的新根 而新根呢 它吸收营养的速度是特别的快的 那么这个多肉啊 长的才会更快 所以呢 如果你的多肉啊 一直不见生长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根系出了问题 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找原因及时的根正 那么多肉呢 很快就能够长得非常的快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